歡迎來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而我們的嘉賓換成研究部的經理席輝先生Stanley 你好 Stanley可以和大家跟進一下A股方面的收市 剛才都說了,上證指數今日跌了6點 收報是2,227點 高低波幅是33點 見到今天先升,即是有回吐的情況 先問你如何看A股方面的走勢 好像今日來講沒有什麼方向 基本上都比較反覆 主要本身可以這樣理解 事實上A股,大家之前比較擔心的就是A股IPO重啟 事實上你究竟是否重啟到這一刻為止 沒有定案,即是沒有定案 是否有消息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在星期四五的時間 我們都是要清明自隔期休市 所以事實上可以說 沽蒙的氣氛比較濃厚 大家可以在等待A股IPO消息的同時 亦都在等待內地方面 即中央方面 究竟有沒有一些政策 是出台 扶持個別的行業 所以變相之下 你見我們A股在過去幾天的時間 的交投其實都比較上是縮了很多 整個金額方面 都可以說是縮了不少 正面反映大家的官網氣氛 都十分之濃厚之餘 即使你說好像昨天的時間 好像一些本地居民 即港澳台居民 一些可能是內地居住的居民 可以說買A股也好 至於市場方面 都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我相信A股 短期的走勢上 都似乎是沒有太大的方向 可能是回隔期之後 或者看隔期這段時間 看看內地方面有沒有一些政策 即是出台 有的話可能才會有些突破 其實PMI方面的數據 雖然都是在50左右 但依然都站在省水分界線之上 即是無論是官方的 還是匯豐方面的PMI數字 都可以做得不錯 其實會不會看好一點 當然大家亦都覺得 你說在第一季度本身 甚至乎上末年應該會不差 這個我也覺得會是 還有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企業別盈利方面 因為上年本身 第一季做得比較頑 所以變相之下 今年裏面 可能第一季的盈利 有差不多的表現 這個都不出奇 但似乎你在內地方面 似乎看回政策市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全球股票市場上 我想你說對於政策 最有比較大的民進度 都是內地股市方面 所以變相你說 企業別也好 如果是比較好的表現的話 的確對這股是有幫助的 但問題是大家都是比較觀望 新冠地層上完台之後 究竟有沒有一些 可能是比較具體的政策出台 如果有的話 商量對A股有比較大的幫助 講完A股之後 都要講講港股方面 其實港股今天來講 是第二季的首個交易日 放假回來之後 大家都期望著 會向哪邊動 我們見到外圍方面 有個下跌 今天低開95點 今天全人最終收報 在22367點 經常例計升了 就是68點 升風來講是0.31% 但成交方面601億 國企指數是跌84點 收報在10811點 期指方面升84點 22398點 高水率是30點 成交量方面是超過62,000多張 又問一下你港股方面應該怎麼看 外圍和內地方面 真的有夾擊的情況 港股應該怎麼看 明明就是跌的 現在又升了一些 你明明都是跌 反映大家對港股的表現上 都真的不太 事實上我們這樣說 港股本身第一季度表現是真的差 跟A股一樣 都可以在亞太地區裡 差不多包容 但問題是第二季度 都可以傳染著比較多的變數 不要說太遠 在短期裡看今星期的表現上 但始終剛剛提及到 其實今星期都可以說 比較多的假期 而且始終成交的日數 都不太多 所以事實上 都真的估網的氣氛比較濃厚 所以我覺得在短期裡 港股可能都是 擺脫不了一個環的格局 可能是大概22,000點 至22,800點 都是這段時間 先拉下 講完港股方面的情況 之後 跟大家跟進一下 主要藍手股的收市表現 見到匯控收補在83 升了1元 中移動82.75 升5.5 中國銀行3.57 跌3線 共商銀行5.37 跌7線 見行最終收補在6.33 跌1線 看另外幾隻 港交所收補在132.1 跌1 中人秀母升跌20.1 有邦保險34.1.5 升1.5 騰訊控股升4元 收補242.8 金沙中國39.9 跌3.5 跌幅接近1% 長港股有得升 升8毫 最終收補在115.4 西洋基地產106.4 升過8 升幅接近2% 九昌方面升超過2% 收補在70.75 中海外21.6 升2 華潤置地有得升 升超過1% 最終收補21.95 看另外幾隻 油股方面走勢各別發展 中海油升1% 中石油方面升近1% 至於中石化稍微要跌 跌3先 最終收補9.11 困難能源16.6 升了1毫子 至於神華方面 沒有升跌 最終收補28.2 好 和Sanny 不如說一下 今天來講的豪島板塊 好 見到3月來講的數字 好像做得不錯 但你怎樣看 豪島整個板塊 來今的走勢 一向都說內地方面 中央政府 都是對於去澳門賭錢 這個動作來講 都是規範多多 來今怎樣看 4月的數字 3月份的數字 坦白說 有些驚喜 對我來說 我都沒有想過 可以升級2.7 但是對這個板塊的前景 坦白說 都是中性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最主要本身是 如果看回他們的表現上 其實做得不差 甚至乎 之前的業績是對板的 但我始終覺得 你說在亞太地區方面 其實他們面對的競爭 越來越多 例如以菲律賓也好 越南也好 甚至乎新加坡也好 其實都在不同的地方 都開始開賭場 而且別人的賭場 比較多元化 跟澳門方面 比較單一 做賭業方面 其實是有些分別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的競爭 會越來越大 當然也可以說 內地方面 似乎 內地人去澳門 博彩的數字 都可以說是 越來越多 但問題是 始終我會覺得 在亞太地區 那麼多的市場競爭 的時間 怎樣都好 會分合了一些生意 而且始終這個板塊 本身的估值 其實都真的 不是算便宜 我覺得不算便宜 雖然今次的數字 是有點熱靈 有些驚喜 但我始終對這個板塊的看法 都為是中性不變 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板塊的收視表現 看到銀行娛樂 沒有升跌 32.4 澳博方面是升4 19.42 新豪博雅 59.1 跌2毫 另外幾隻 永利方面 20.5毫 半跌5 金沙中剛剛說到 跌接近1% 美高煤16.64 升4 接著講一下個別的異動股份 要講講347 今天來講 香港升非常之多 升成1成2 收播是4.78 先問你 發覺的營起 注意了 今年首三個月會轉虧為營 賺大概5.5億人民幣 去年同期 虧損18.88億人民幣 就這樣聽好像挺好的消息 絕對是 因為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已經是ST 連續兩年虧損 今年再虧損的話 就有機會退市 但怎樣都好 今次公司出來的一個營起 都公司講到 本身在成本控制方面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第一季的成績 叫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這個板塊始終 大家都知道 本身你說鋼材 在內地方面 都可以說是產能過剩的一個行業 看回個別的公司 有些個別的股份 其實在個別的幹財價格方面 基本上在近年 由年初至今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價格向下出現比較多 雖然相知下 這次雖然發出了刑警 但我相信 今天的股價 多了這麼大的升幅 已經反映到這個因素 所以在後市方面 依然都看起來 是比較觀望 好 剩下時間跟進去 重型機械股 兩隻公佈了業績 包括1.57中年重科 還有3339中國農工 兩隻來講都是做得一般 業績方面都比較差 股價上都反映了 中聯重科 今日來計算是跌一成 收播在8.43 中國農工方面跌一成一 收播在1.57 先問你 中聯重科 一向都是焦點股份 沒錯 看到股價繼續要跌 業績差得很離譜 基本上最主要是 因為第四季度本身 他做得相對比較差 特別是公司見到應收帳 和負債方面 都可以在第四季度突然急速惡化 這都可能要公司解話 但始終這個版塊面對著 全貨高庫存 以及始終在應收帳問題之上 反映到行業都面對著 比較多的影響 所以雖然有股價 今天有這麼大的跌幅 但我都暫時不建議大家施納 最後跟大家跟進 整個版塊的表現 看到三一國際收報在3.37 跌2.5 跌幅超過6% 中聯重科剛剛提到跌超過一成 五中國農工跌超過一成一 重慶基電方面 最終收報在1.08元 跌了2元 跌幅接近2% 謝謝Stanley 和我們做了全日總結的時候 和我們回顧了今天大市方面的情況 和你做一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Stanley 謝謝大家收看 要入除京台的直播時間 今天的直播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九點半再見大家 拜拜